回家过年最大的噩梦是啥知道吗? 是丰盛的年夜饭之后,紧接着的七天大盛,本着厨一不动刀 初五前不开始的老传统,年前囤了无数的过年专供预制菜,让人吃到崩溃,来看看你家有没有 广东人过年噩梦系列,网友说是过年期间白切炒翻炒再翻炒的鸡,这个月我不会吃任何鸡 北方人的噩梦,饺子,三十晚上饺子初一饺子初二吃剩下的饺子,初三吃剩饺子初四饺子 广西人的噩梦,橘子,前天的橘子,昨天的橘子,今天的橘子,轮得冒烟 作为一个湖南人真的不喜欢吃烂肉,过年看到家里挂的烂肉就心烦 湖北人,家里今年搞了一千斤辣货找了个南票四川人,他们家也弄了一千多斤辣货 然后要给一半我家我现在正在想如何拒绝 年糕,浙江小孩的噩梦又来了,最后一桶加油 听说过几天又要做年糕了,就就孩子吧 有网友说,我熬出头了,以前自己家做小方糕亲戚又送你这样的长年糕 时至今日还能想起那年搭搭的口感 江苏言成网友说,我们这年前家家户户都包包子 然后天天早上煮稀饭热包子 安徽人的噩梦,炸我原子只有先炸的好吃,豚多了软了 天天煮面条放着碗叶就难吃了,天天不断的吃 江苏人的噩梦,蜂蜜枣扣肉,就是甜的扣肉 有网友说光是听名字,我就感觉舌头被删了一耳光 呼伦贝尔的噩梦,牛肉干奶茶牛肉干面吃的塞帮子是真疼 还有网友说噩梦是小米粥天天喝早上来一碗,晚上来一碗 从小吃到大,每年从除夕吃到元宵节 最后终于变成客进DNA里的过年滋味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,这种过年噩梦你家也有吗 好